然后就把你今天供得给他 或者发愿替他点49盏灯 念七部心经 那你就发觉当你知道他存在 给他写个牌位 有个名字 痛就停了 然后你再给他超度完以后 没事了 所以我想各位这个 你的生命你要自己知道 你才会有经验 像我哥哥的癌症 他很紧张啊 要死了 如果三昧璀璨决定拜 然后忏悔一下 我说你再去检查 我哥哥跑回来 医生说零 指数为零 他也觉得他有没有搞错啊 我说你带到别的医院再查查看 因为冤亲在主义超度 他真的就是恢复零 连开刀都不用 医生也觉得我失业了 你找哪一个医生 佛陀佛陀 所以我想各位做替身也一样 做替身也很准的 你要很认真 你一定要啊 就觉得舒服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这样讲 我不是带各位迷信 我不是带各位自我疗愈 自己改变自己 用你的心跟他对话 用你的行为感动他 你就跟他解一个缘 但是我现在我不关心自己痛 因为我认为我这个痛都三分钟五分钟就过去了 因为我已经太有信心了 只是我很关心对方现在离苦了没有 这个比较重要 而且我现在更关心不是他离苦 我还问他有没有去净土 念老半天有没有去净土 我至少多送一个去净土了 我很高兴 对我来讲 我只是一个一点点的感应 偶尔不方便一下这样 所以我想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 是因为你习惯了那个酸 那个痛 那个痒 然后你都认为是脑毛病 那不是脑毛病 那是心的众生 你今天来参加法会可能好了 再过三天 这个脚也有一点问题 你又重新给他写一张牌位 那就给他 你会觉得好有意思 我这个身体还可以度众生 还可以让众生超度 这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当武汉肺炎在高雄传出病例 而人心惶惶的2020年新春期间 战时法师在高雄慈悲道场 接连三天举办传授八观灾戒 继礼拜三千佛鸿明宝灿法会 为大众祈福行善 法会开始中 战时法师以逆向思考的角度 勉励众人安住慈悲 行菩萨道 为救度众生而发愿精进 直至成佛 要发勇猛心是很容易的 但是要发持之以恒的心 这就有一点难了 所以每当我想起师父的这些 一直不断地从从在世界各地 在行这些慈悲事业 所以就让我内心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们身为师父的弟子 要能够也是可以跟师父拥有 这样的一个持之以恒的 这一颗慈悲的心 来努力下去 所以新的一年 我想我们还是要更加努力的 更加拥有更强大的慈悲心 来利益所有一切众生 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努力 不断地去追求的 所以我想武汉的肺炎 同样的也是可以让我们 作为我们成佛的本身故事 尽管法会期间因传染病的恐慌等因素 而导致与会人数有限 但佛子们的慈悲却是无止境的 在数日的法会中 众佛子们在法师的带领下 本着慈悲度众的菩萨道精神 持续精进 透过受持斋戒 礼拜千佛 护生 点灯 供水 要供 即甘露 施食等各项慈悲施工 为六道众生行善祈福 累积成佛之良 祈愿诸佛菩萨慈悲护佑 疫情早日解除 娑婆世界 无灾无奈 群生平安 吉祥和乐 生命电视高雄采访报道 屠刀之下 或是亲人 田先生经营一家不大的广告公司 他为人温和 乐于助人 很多客户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最近一年 田先生在一位师兄的引导下 开始学佛 他渐渐开始吃素放生 但对于一些轮回转世的事情 还是不太相信 师兄 你说的那些轮回转世 我还是有些不太相信 这世上真的会有轮回转世吗 当然是真的 口食腹肉食达母 怀抱杀季之冤仇 妻子啃食丈夫骨 这几句话你听说过吗 嗯 我听说过 这几句话说的就是因果轮回 我们杀生吃肉的时候 那些被我们吃到嘴里的动物 很可能就是我们曾经的亲人 啊 有一天 一位客户来找田先生 他得知田先生的母亲住在乡下 于是请田先生 带为购买几只土鸡来吃 哎呀 王老板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哈哈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田老板 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 嘿 都老朋友了 还客气什么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我一定会尽力帮忙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父亲想吃鸡肉 你也知道 现在市面上的鸡 都是吃化学饲料长大的 不健康 我听说 你母亲住在乡下 所以想请他帮忙买几只土鸡 帮他买鸡来吃 那可是杀生的罪过 可是王老板一直很照顾我的公司 这个忙还是得帮 免得失去这个客户啊 王老板 你放心吧 这点小事 交给我处理就好 那就麻烦你了 学佛后的田先生 已经借杀吃素了 他明知不该帮这个忙 但因为王老板是公司的大客户 于是便在贪念之下 答应了他的请求 当天傍晚 田先生便打电话给母亲 把事情说了一下 问有没有可能买到冷冻的土鸡 这样既可避免了自己和母亲 间接杀生 也算是给客户一个交代 你怎么能买冷冻的鸡给人家呢 他可是你的大客户啊 这样做太没诚意了吧 妈 我是不想造杀业吗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待会儿我就去养器人那里 买几只土鸡 妈 这样不好啊 杀生罪过很大的 我们不能做因小失大的事 丢了这个客户 也比造下杀业好啊 好了好了 这事儿我说了算 这杀业我来造 有什么报应 就降到我身上好了 妈 你不用说了 我挂了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屋外的天空突然涌出了大量乌云 翻滚着聚集着 天色瞬间暗如黑夜 那场景就像世界末日般 随即天空闪电雷鸣 阵的窗子嘎嘎作响 从忽然出现乌云到打雷 总共不到十秒 怎么会这样 难道这是上天在冥冥之中 对我的暗示 过没多久 他母亲便打电话来说 已经和养鸡人家说好了 明天就可以去拿鸡了 儿子 土鸡我已经订好了 明天就可以来拿了 唉 我现在随着夜里这辆狂奔的马车 正驶向无边的深渊 唉 当初真不应该答应王老板的 当天晚上 田先生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了自己去世多年的外婆 他外婆在世的时候 也非常喜欢吃土鸡 咦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好难闻的味道 这究竟是哪里啊 是谁 谁在那里 啊 外婆 你还没吃饭吧 快过来 来吃点饭吧 田先生走到外婆身旁 发现桌子上有几个碗盘 里面只有一些小米和烂菜叶 那些东西都是平常乡下人喂鸡的食物 这些东西不是乡下人拿来喂鸡的吗 外婆怎么能吃这些啊 外婆 你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 唉 我就要上路了 上路 突然 田先生注意到外婆身后还站着几个人 由于光线太暗 看不清他们的样子 田先生数了一下 外婆身后一共有五个人 田先生感到非常奇怪 他正要询问外婆这几个人是谁时 一阵电话铃声将他吵醒 此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了 是梦吗 好奇怪的梦啊 儿子 土鸡我已经买回来了 妈 你买了几只啊 六只 啊 六只 六只 怎么会这样 我要上路了 妈 那六只鸡还在你那里吗 王老板今天早上开车路过 他已经顺便拿走了 怎么了吗 外婆生前最喜欢吃土鸡 莫非他轮回转世成了一只土鸡 而自己却将外婆转世的鸡买来给王老板吃 师兄 事情就是这样的 难道那只土鸡真的是我外婆投胎转世的 是啊 你说你外婆生前非常喜欢吃土鸡 这导致因果报应 让他死后投胎成了一只土鸡 让他感受一下鸡被宰杀时的种种痛苦 以示惩戒 这么说 外婆的死是我一手做成的 哎 你已经学佛这么长时间了 实在不应该犯下杀业啊 都怪我都怪我一时的贪念 结果犯了杀业 而且被杀的竟然是我的外婆 你过去一直不太相信轮回转世 而且又心存贪念 所以遭到了报应 这是报应吗 是啊 并非所有人的报应都是让人肉体痛苦 你明知会犯杀戒 却不悬崖勒马 你的一念之贪将曾经最疼爱自己的外婆 送到了屠刀之下 这可要比肉体的惩罚痛苦太多太多了 我知道错了 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 我母亲也犯下了杀业 我得想办法来弥补 师兄 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你说在梦中外婆请你吃饭 并告知要上路 这是希望你帮她积累上路的资粮 帮她们多做功德累积福德 这是当务之急 也是表达歉意最真诚的方式 嗯 我明白了 当天 田先生便开始行动 他经常去放生 还救助了多只流浪猫 他希望用这些善行 来弥补自己犯下的罪业 或许 或许他们就是因我而被杀的那几只鸡呢 许多高僧大德都曾开示过吃素的重要 要深知六道轮回中 众生辗转投生 彼此皆互为父母亲友 因此锅里煮的 口中嚼的肉 往往是我们的六千